大家好,我是McCalvin 我們再回到一個World of McCalvin的Minecraft世界 今天其實我是在世界上做一個很偉大的城堡 不過今天就不是關於一個城堡 是關於一個Minecraft的Plug-in教學 就叫DynMap 就是一個我們稱之為Minecraft的Google Map 你會發現在一個世界很大的地方的時候 如果你想找到你身邊的同伴 或者知道其他玩家在哪裡 即是十分之困難 或者你不懂得去的地方 只要你的伺服器安裝了這個Plug-in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今天就會帶大家講解一下 如何安裝和怎樣用 安裝了這個Plug-in之後 你就可以在網上看你自己的World的地圖 這個就是World of McCalvin 你看到很大 因為那些玩家跑圖跑得太誇張 咦有Mr.911在這裡 在他的基地上 那個好處就是可以 好像一個Google Map 很清楚知道那些玩家在哪裡 你找到很容易 你都知道去一些地方 你是怎樣去的 但由於我的地圖太大 所以你要規定的時候要規定幾天 你看到它有顯示 那個玩家被我現在站在我自己的 那個 城堡的最小的那裡 你看到很明顯就指出了我位置 但是只要我一動的話 如果我走到尾 那裡 你看到是會自動去到更新 你看到就更新了我去到最新的地方 除了有一個鳥嵌式的可以看到之外 你還可以調到一個某個角度 就會更加完美 我差不多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規定了幾天 200多萬個圖片 所以如果這張圖很大 可能就要耐心等一些時間 你看到這一個有些圖示 這個就是 WELL SPAWN 就是那個TP Station 你看到地球的樣子 就證明它是WELL SPAWN 你看到玩家建造的東西 這個我都覺得十分之厲害 不過有一個描述就是 我規定完之後 只是這個Plugin 已經佔了伺服器的34.5Git 現在這個還未是HD 如果是高解像度的話 會更加誇張 所以大家在這個Plugin之前 就要想一想清楚 你看到地圖所有的東西 我的城堡 這個New Settlement 機場還有一些人建的屋 這一個是另外一個城堡 剛才看了Town Center 也有其他玩家在其他地方的Base 一開了一個Plugin之後 全世界沒有秘密 就像現在資訊發達的國家 你在全世界都躲不住 躲到另外一個基地 然後 之後 這個Team在很遠的地方 又去了一個基地 所以這個地圖可以很方便 玩家都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 存在什麼位置 你看到黑色的那些 就是還未展開出來的 大家也知道 Minecraft 尼密的地方 它就不會算出來 以免世界的尺寸去到太大了 這個究竟 簡單介紹 其實在Nether那裡也有 或者在The End那裡也有 不過我還未 還未展開出來 只是插了一個Overworld 另外一個好處 如果你建造一些Gryph Prevention 或者World Guard的Plugin 你拿了它 亦都可以顯示所有 已經提供了地的地方 以及那塊地屬於哪一個 譬如我藍色這些就是屬於Admin地 告訴大家 究竟有什麼人可以在上面蓋東西 究竟有什麼人可以進去 那個HYZ座標究竟是怎樣 我按下一個 Ong就是那個Golden Jack 沒有人可以在上面蓋東西 很清晰可以看到 那些地究竟是怎樣 如果有些人攜了地 又沒有用 即是沒有在上面蓋東西 它都會顯示出來 例如你看到這裡 Unused 綠色這些顯示的位置 譬如這個 Check 0315 在這裡蓋了地 54天都沒有在上面蓋過 如果你是Admin的時候 很容易就可以刪除 這個 Joshua Leung之前被人擠走了 我還未刪除地 還有這裡也是 Cock 2008 所以這個Plugin我十分之喜歡 這個就是它的主項 很多的設定 我不會通過 我只是告訴大家 究竟有什麼 是作為一個玩家可以做得到的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裡 最主要 如果你因為私隱的問題 你不想讓人知道你在哪裡 或者去一些秘密的地方 設立一些基地的話 你只要在這裡 嗚! 嗨! 這麼可愛 只要打這個Dyn Map 嗨! 那你就會在這個Map那裡隱藏了 所以現在看不到我的存在 那如果你想出回來的時候 就Dyn Map 之後就打這個Show 那你就會出來了 你看到有些IP 你看到現在 那些人用電話看的Map 或者在上網看的Map 就會有人可以打個Hi 字出來 所有人都看得到 不過不知道是誰 OK 那現在又出來了 那你看到現在我的樣子又出來了 阿Sam Lo小朋友 又加入了 看看能不能能打這個 One on one PVP 然後自己死了很多次 OK 那而且有一個好處就是 有什麼Calvin 不要管他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一個叫做Marker 就是可以讓你去到 自製 你自製想在一些地圖 讓其他玩家知道你在那裡做什麼 I can't open my chest 唉 那些英文真棒 I can't open my chest 那譬如我自己示範了 加了一個 Calvin Stronghold 希望在我伺服中的玩家 可以把你們自己的家 加回這些 究竟怎樣做呢 一共有兩個方法 大家去到這個Using Marker的Page 首先認出一些icon 就是你想在地圖裡面 用哪一個icon 第一種做法就是直接打Command 打DMarker 我在這裡示範一下 譬如我想 我想 標籤我這個 唉 死吧 Ouch 標籤我這個城堡 那我就站在我想Mark的地方 譬如這個位置 然後就打 DMarker 我自己的名字 譬如是Calvin Castle 然後很重要的就是打icon colon 就看看你想用什麼icon 譬如我想用這個城堡的icon 我就打icon 然後colon 打tower OK 然後呢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markerID 最好呢 你就打上ID 譬如我這個ID叫做 Macalvin1 如果你沒有打都可以 它就會自己 設定去1 這樣 現在設定了之後 就會見到 它來了 我站的那個位置 已經有一個tower 標籤已經存在了 我站開一點點 看不到 大家看到 在圖片裡 大家就很容易 指下去就知道 Casle 就是 Macalvin Castle 為什麼只有Casle 聽到有些怪聲 這個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牌 SAM在找我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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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他知道我在這裡 譬如我想把牌子放在門口 我想在這裡做一個marker 我就把牌子放在這裡 首先我就打一個開括號 就像Locket一樣 然後打Dyn map 下一行就打 例如這個Macalvin Kalvin Castle 之後下面就打Icon 又是打Tower ID 就是Kalvin2 哪個 很煩 你看到它自己就會沒有了上面那個 這個 原來我剛才遺漏了一些東西 那 如果 你什麼都不做一個set 所有東西就會掉進去 那個圖片的 主要是 它的ID 會叫marker 如果你想找到 只屬於自己的marker 首先你要 Define 自己的marker 先打Dmarker Add Set 之後就打Macalvin 這個就是告訴你 以後 你只要一打set 是Macalvin 的話 它自然就會把這些圖片當成你的 好了 現在可以把牌子放在這裡 首先Dyn map 之後就是 你想出現的名字 在那個圖片 然後就是 你用那個圖片 Tower 最後set 因為我剛才製造了那個 Macalvin的set 它現在就會 知道 在這個圖片裡面 所有這些圖片都屬於我 我現在離開了一點 我一離開了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製造的牌子 顯示了我是Macalvin Castle 你也看到左邊 這裡 多了一個Macalvin 即是說 這一組所有的牌子 只要一剔走 就全部的圖片都沒有了 為什麼還在這裡 我想剛才不能更新 現在refresh了之後 就出現了 如果你設定了Macalvin的set 你一剔走Macalvin 所有關於我的marker就不存在了 譬如我 有很多東西選擇 譬如我建了一間 我建了一個 農場 想在這裡做買賣 那我就 想選擇一個marker 告訴別人聽我這裡有得賣東西 那我就選擇一個 看看 先看 野食 看看 看看有什麼 什麼東西 好看 現在暫時都沒有很多可以選擇 希望它遲些有更新 譬如用這個Scales 即是市場 即是可以賣東西 那我就把牌子放在這裡 然後打 Dyn Map 然後 然後 Macalvin Market 接著的icon 就是Scales 有沒有看錯 有個S的 Scales 然後Z 又是屬於Macalvin的set Done 現在再refresh地圖 那些 嘩 嘩 先回到那裡 玩家開始進來了 現在 剔走 Gryph Prevention 那些 你看到現在的圖上 就叫做Macalvin Market 有個秤 那些人就知道 來我那裡 可以買到東西 究竟買到什麼 不知道 不過看個小都像是農場 只要我一剔走Macalvin 兩組東西都會不見了 大家記住一定要先加個Z 如果不是的話 很多 如果別人一剔走的marker 那全部都看不到 別人不能夠只想看屬於你那組的marker 好了 今天 就是講到這麼多 希望在這裡玩的玩家 可以盡快加回你們的一些icon 令到地圖上有很多的顯示 如果你不打 icon 它就會顯示了一個 Default 就是一間小屋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 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